中文字幕提供 所謂惡名市場 是指那些參加了盜版、假務和侵犯版權 或為相關活動提供了實質性、便利的線上交易平台 或線下市場 在最新的審查報告中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列出了2021年全球最惡名超章的42個電商平台 和35個實體市場 而中國大陸的電商平台和實體市場在其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 在電商平台方面 百度網盤、敦煌網、拼多多和淘寶繼續榜上有名 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國出口B2C平台、全球速賣通 騰訊的微信電商生態系統也首次被列入黑名單 原因是這些電商平台為大量假務商品提供便利 而在實體市場方面 福建蒲田安復批發市場 深圳華強北商業圈 深圳羅湖批發市場 廣州金都站西批發市場 浙江、義烏國際商貿城等市場均被列入黑名單 此外審查報告還指出 中國大陸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假務商品來源地 黑名單中有很多其他國家的假務和盜版市場 都充斥著來自大陸的假務商品 報告還將中國列為通過強迫勞動 來生產產品數量最多的國家